我们后面来对本篇进行一下小节 本篇的内容看似平淡 或者说没有特别多的有关当时战国的大事 那么很多都是孟子的心理活动和孟子的行为 孟子是如何从朝王到最后去骑的 那么这么一个过程反映的是孟子的人格力量 人格力量背后也是思想的力量 那么我们先看关键的文句 前面我们就提到了地利不如人和 天时地利都不如人和 这里有望迁下之道 得道者可以多住 后面接着讲到有关父子君臣之间的关系 我想在春秋时代 君臣父子的关系就已经有变化 跟西走比 所以这个孟子就强调 君君臣臣父父之子 用礼仪来做 但是到了孟子的时代 不完全一样了 孟子强调的不是民意上的君臣关系 而是实质上的君臣关系 也就是君臣的愈合必须是以尧顺之道 以仁义之道 如果不先仁义 俩其实就不是君臣了 君与臣如果道不同 君臣关系 实际上在孟子看来就已经解体了 真正的晋王就是要以尧顺之道 要成于王前 要能够用仁义来跟王讲 这表明王也是仁义之人 否则的话是瞧不起王 其实这话是很厉害的 后面特别讲到爵位 有就是王的爵位 那是在朝廷你是有爵位的 但是朝廷之外在乡党 在所谓的俯视掌明 都是需要德的 都是需要耻的 耻和德也都是很重要 所以就讲尊德乐道 尊德乐道的提出 一直影响到历代 中国的儒者 士大夫的精神 士大夫精神 士大夫在截至君王 截至国君的时候 往往都会用到尊德乐道 只有尊德乐道 我们才是君臣关系 如果君王是昏君 实际的君臣关系就即将解体 那么这是新型的君臣关系 这对我们后世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所以我说过 孟子没有孟子 就没有我们今天中国人的精神 孟子是发展了空子 而且发展的到了一定的程度 有自己的一套思想 也有自己的一套做法 那么后面也讲到了 如果见王 见于王 劝见而不备用 应该是致为成而去 那包括后面讲到了进退之道 也都是这样子的 这是我们从这里看到 那么还有我们后面所提到的 有关为天力如何 为事实如何 那么这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也就是在孟子的眼中 实际上一个国君 只是民意的国君 你如果没有做实际的国君 你很多事情是不能干的 你是违背自己的职责的 这就是我前面讲 孟子是救王说王 我并不否定你们 不尊周王 自立为王 我承认你们为王 但是王有王道 你没信王道 你立的名义上的王 没有用 孟子实际上是不承认的 古之君子过者改之 金之君子过者顺之 那么这就是典型的 所谓孟子是属于前者 而当时战国的郑弘家 各家各派 在孟子看来都是顺者君王 自己赢得荣华富贵 无论是商鞅还是张仪 这一批人全是这样 那么后面当然他特别讲到 所谓的大丈夫小丈夫 尽管本篇没出现大丈夫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 多数地方出现贱丈夫 小丈夫 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大丈夫 那么君子不怨天不由人 尽管自己有不欲 孤去的情况 但是仍然坚持着 当今之事舍我其谁 那么这种精神实际上是 儒者非常重要的精神 你的失望只是暂时的 天 天道 它永远都会对我们的人事 特别是我们的民本 都会产生很深厚的影响 那么最后 只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本篇的一个思想结构 我在这里基本上是讲 其实孟子提出的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大丈夫 大人 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后面的很多篇都会提到 大人 大丈夫 孟子讲 先利乎其大 这个大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大家从这里也可以 得到一些启发 每个人如果都能够 以其大来利其大 那么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太小心 不要太小心眼 不要不顾及别人 大公无私 这就是我们说 王道其实归根结底 就是一个大公无私 真正做一个大人 大丈夫 你的处处 你是有尊严的 是有人格的 你是有德的 你是有耻的 不光根据官位 我们过去经常批评 中国古代 封建 等级 实际上这是片面的 其实从孟子以来 是对这一套等级 是认为等级 礼仪的制度 是肯定的 但是具体的每一个人 如果这些人 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我就可以否认他 所以孟子出来以后 历代的改朝换代 历代的对一些昏君 那么对一些 这个不良的现象 包括一些贪官 那么都有很多的指责 这就是利乎其大 就是你要做一个大人 大丈夫 这才是儒者的根本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那么有四点 我在这里讲 一个是从朝王开始 你所谓的儒家 是要讲用事的 他是要为老百姓着想的 他并不是自己皈依 他不像道家 也不像纵横家 只是为个人的利益 他的要朝见王 朝见王是要 说以仁义之道的 那么从仁义之道 来体现 来体现晋王 来使王能够尊得乐道 那么这是第一步 这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你有 各种劝戒之道 来劝戒王 劝戒大夫 所以他能够使 恐惧心之道 知罪 如果我们用 孟子的这一章 就有关恐惧心 知罪 齐宣王知罪 我们就可以用到很多地方去 每个人如果没有尽到自己的责 你就是罪人 就是人民的罪人 就是你那个位置的罪人 我想这是行王道中间很重要的 其实他的归根结底是要说到王道 你宣王是王啊 你没有行到人证 是你王的不对 那么这个是很厉害的 这是对于中国人的这个人文的精神 民族的精神 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 那么还有讲到欲不欲 去不去 那么如何欲 如何在不欲的情况下 去 如何才能欲 这些东西 欲实际上是天命 对吧 不欲也是天命 但是去不去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就是说非我治不久留 如果不是我所 我的志向 那么所谓的王道 那我不久留 浩然归治 并没有什么气馁 只是讲天命不可为而已 那么最后讲到用事 最后他尽管朝王到最后去 他仍然是要用事的 所以他讲到的是 平治天下 舍我其谁 他尽管要回到州 但是仍然是要舍我其谁的 他要传递孟子的精神 传递孟子书里面的思想 传递孔子以来的 儒家的传统 文明的传统 那么我想这也是孟子 跟很多当时的人 不一样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今天学孟子 应该学到的 就不像是 传统 一声 传统 eki